针对舆论关注ECFA明年届满10年是否将面临终止 台湾陆委会日前称 不乐见大陆因政治因素停止落实两岸有关协议 国台办30号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 新闻发言人马晓光对此作出回应 马晓光表示 ECFA签署以来 大陆方面切实履行承诺 保障ECFA顺利生效实施 截至2019年6月底 货物贸易早期收获产品 大陆对台累计减免关税约 375.3亿元人民币 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早期收获产品清单 给岛内中小企业 以及农渔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巨大利益 从2010年到2018年 早收清单中 台湾对大陆出口农产品增长了两倍 大陆已经成为台湾农产品外销的 第一大市场 谁为谋取政治私利 而损害两岸同胞和两岸业者的利益 一目了然